你好,政教论坛 这一集我都想 这个A那里我读信 我读信就先说一下我怎么看文明的东西 首先我读信的时候 这个叫Wing Liu的人 他说比较支持河山,支持中国 这一句是做过最初的 不过河山的知识水平 虽然比西人洗脑的港产好 但比较没有系统 我不明白他凭什么说我比较没有系统 东学西学,没有从历史上去搏衣服 之后无中国论,被文章牵着走 华夏根本不是唐宋 这个阿Wing 这个人兄我就blog了去留言 因为他第一句已经是踩我了 大哥我用半个小时 甚至是二十八分钟左右的节目 我没可能把我所有懂得的东西去说给你听 我不知道华夏是古籍的吗 我不知道华夏这两个字 本身可能是瑜伽主要的说法 这个瑜伽主要的说法 当然成绩于周朝 周朝也创蕾乐 周朝经常会说自己 祖先叫做朱夏 叫做华夏 华夏代表漂亮 对不对 不管怎么也好 你 在我没有说中 你认为我没有说的话 我一定不会 然后第一句就踩我 然后我回覆他 喂,喂,大哥啊,我没有说不代表我不知道啊,我28分钟怎么可以,什么都说完的啊,那你一开口就骗我说我东学西学,那跟着你还拼嘴啊,你说我本意没有贬低你,但是只是觉得你有不足,啊,真是好东西,就是你,你想说我的东西,人家没有说到呢,就是不足,这样,OK, 如果是这样说呢,就是说你,大家的重点不同,没有采取你这种方法的论点呢,就是不足了,那你都很强妄自大,华夏一词根本来自瑜伽的经典的嘛,可以如来定义华夏是顺理成章的,你要无限抗章,我都没有时间回答你啊, 啊,就是我又觉得呢,有些网友呢,你,过来想贬低我,跟着在网络copy一大堆东西,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呢,我觉得都,都,我觉得是没意思的,就是你,你不知道是哪一道的,一些的,的网军, 啊,你copy了人家的文章来,就踢馆,啊,那接着,明明,明明称呢,就问他,喂,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啊, 司马迁被汉武帝阎鬼了嘛,是吧,所以他就真的要,要一输他的己见了,哈,那汉武帝屈了他,司马迁, 老实实,那个Wing,我觉得也有点过分的,哈,我再说一次,如果你,你一开球,你踩我,你不是用一些很理性的东西去踩我,譬如说我讲的内容,是有什么错,有什么不清楚, 如果你以事论是听完我的视频,你找到我有不完整的地方,你挑战我的,没问题, 但是你不可以说,喂,你,你说我没有讲你想讲的东西,你就说我不足呢,对不起,我不觉得, 会entertain这些人,就是你过来copy某些网上文章来踢馆,好像很聪明那样, 他踩完,然后就写一大堆网络可以copy的东西,没意思的, 有一位朋友叫余瓦徐和,也很有心机的,他说中华文明的内褥是学习,是适应,是融合, 当然还有创造,我觉得太美化了,这方面来说, 共产党呢,共产党不共产,和老婆饼,没老婆一样, 共产党呢,对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土地改革,土地集体拥有制, 再过三十年我相信可以看出这种土地改革的优越性, 这种村民用集体的土地成立了一家公司,做做生意租下来,每年还能分点钱, 我坚信不破不立,那土地改革和瑜伽有什么关系呢? 你说了个开头,但是你赚了共产党的土地改革, 但是两样东西好像没有关系, 我坚信不破不立,秦朝灭六国,对传统的中国是破坏, 基本上我觉得,秦朝以前那个是不是叫中国,我也有得质疑, 因为那里是散碎很多国家, 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一次破坏, 但是都是越来越好的,为什么一定是越来越好呢? 我并没有越来越测,我还不觉得傻, 其实泰人也知道的,我回应艾山之后无中国, 的确是由宋朝开始,中华文明是向下, 下到1949年, 共产党有很多破坏,什么都好, 但是它有一些整理是令中华文明有提升的, 所以我不否定前三十年什么都没有做过, 我觉得1949年至1979年, 那三十年都有一些基础打下了, 我是这么看, 可以这么看,中华文明由1279, 宋朝亡, 到1949, 那里是七百多年, 六百多七百年, 是真的不断衰落的, 这个我觉得你的理解好像不太对, 说明了破坏有时进化一种, 那元朝这样亂杀人是不是进化呢? 真是很有趣, 至于威权呢, 保障了社会阶层的流通性, 大资本家不能左右国家, 这些都是我说的,大家都是一样的, 你们大陆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比我更深, 这也是,大陆为什么年轻人, 创业特别多, 官本位和金本位都是共产党, 总之一句话, 中华文明只会在中华大地发扬光大, 不管如何进化, 内阁是学习, 我真的不觉得儒家文化原本是很喜欢学习, 真的很喜欢学习, 但是好像很守成没有什么变, 都有变, 但是那个变有没有用呢? 我也有很多质疑, 内阁是学习, 适应融合创造, 我看不到, 就是共产党之前的中华文明, 抗拒其他文明是闭关所觉, 明朝清朝就是抗拒其他文明, 闭关所觉, 那你说是不是学习, 那时候是不是中华文明呢? 只要有用, 有好处, 我们应该学习, 你的态度很适合, 但是这个不是, 共产党立国前的中华文明, 内队来的, 这个是挺清楚的, 明清两代, 乾隆帝见英国那些, 的来士, 西方有很多科技, 他有没有去学习, 乾隆帝就说, 哇, 你这东西这么省人力, 我中国有三亿人口, 哇, 我三亿人口, 你这么省人力, 哇, 那很多人没有东西做, 没有东西做, 就是作乱, 乾隆帝是不喜欢西方科技的, 他很喜欢学习, 不是, 你不要说清朝不是华夏, 清朝的运作模式去做科举, 是尊重说, 儒家经典, 中间里面有上下其手, 但是呢, 就是中华文明的核心, 四书呢, 他保留了的, 就是那些孙子那些都保留了, 性恶论, 性善论, 就是由孔子,孔子, 孔子, 孙子那些都保留了的, 孔子的论语都没有动到的, 都保留到的, 所以呢, 我当清朝也是华夏, 正如, 唐朝是鲜卑人来的, 很多的看法都是说, 喂, 你很难肯定, 李家呢, 李家和杨家, 徐朝是姓杨, 杨坚, 唐朝是李渊, 李世文, 但是他们呢, 基本上是, 可以说是狐化汉人, 甚至上, 是, 是一些鲜卑武汉人都不顶, 因为那时候呢, 不艺有一个汉化的运动, 所以那些鲜卑人呢, 是改了他们做汉性的, 有这件事情的, 那究竟, 很多时候都会看他们, 他们基本上当是鲜卑人来的, 后来呢, 和唐朝的郭威推广出他的大幕, 基本上呢, 西域的人呢, 只是叫唐朝和徐朝, 做托拔, 即是说, 不艺那个姓, 说他们是托拔人, 托拔帝国, 这样叫他们, 那基本上呢, 他由不艺的北朝, 以降去到徐唐, 都是一个托拔帝国, 这个是, 现在历史学的一个, 正统的看法来的, 但是你说唐, 是不是华夏呢? 我觉得是, 因为他采取瑜伽, 是华夏来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不会踩清朝踩到这么难, 有些人都不会踩, 踩, 脆堂, 就不是华夏, 不会了, 不需要民族这么低自信, 那个统治者, 他是满足都好, 他融入这个儒家文化, 那他就是华夏咯, 如果你说中国文化, 要加上道, 包括余式道, 佛教和道教, 要全部放进去,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那些是, 中国一些的次文化, 始终, 佛教是来自于印度, 你不能说佛教都是华夏来的, 都是中华来的, 他有本色化, 但是, 佛教本身有很多堕落的元素, 对不起, 你不喜欢听我这么说, 因为佛教, 他好像是无神恨, 但是呢, 后来呢, 他有很多偶像, 佛教里面始终他的内核, 就是说要, 就是很消极地做要做出家人, 脱离轮回的核制, 但是问题是, 这个宇宙论, 在哪里来的呢? 这个宇宙论是没有基础的嘛, 这个宇宙, 谁说是有轮回的呢? 对不对? 但是, 人去信了这个宇宙论, 是因为, 就是中国人会采取佛教的原因就是, 中国本身, 宗教的思想很贫乏啊, 就是可以说是, 瑜伽学说, 由先祝的瑜, 孔子, 他们是不提一些的宇宙论, 他说, 未知生, 焉知死, 就是说我, 我自己生存都没有搞定, 我怎么会想死的问题呢? 然后呢, 只不与怪力乱神, 就是一个人民主义了, 就是我不想说鬼鬼神神的东西, 我只是针对人事的东西而已,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 孔子这个立场就是, 没有了, 没有内容了, 我不讨论鬼神的东西, 我也不讨论死后世界的东西, 但是人类呢, 是需要宗教的, 瑜伽本身这个是真空了, 去到汉朝, 就董仲书讲天人合一, 读尊瑜伽的时候, 用董仲书那个瑜, 那个瑜, 是混入了很多阴阳家的学书, 有阴,有阳,有八卦那些, 有五行, 那这些都不是原本瑜伽的东西, 我也不相信孔子会注释过《易经》, 这些我认为是一些, 就是一些传说, 孔子肯定是, 就是他留下了很多说话, 给他的徒弟写了论语, 就是事实, 我觉得《易经》和孔子没什么压价, 《易经》根本是阴阳家的东西, 即是孔子, 在汉朝被托了做独尊瑜伽, 就有一些阴阳家, 我会黏在那里, 但是始终都满足不了, 就是中国人的宗教需要, 你都说得很不清楚, 人死了会怎样, 但是佛教就有个假设, 就是说你多做一些好行为, 你下世轮回就会有, 投一个好胎, 这个也是满足了一个宗教需要, 对不对? 就是你说了死后的世界, 这些很切身的需要, 所以引入佛教, 就是中国人很自然地引入佛教, 但是满足了这个宗教需要的时候, 其实是附带了很多, 可以叫做有六道轮回, 有恶鬼道, 有修罗道, 这些有地狱道, 有人道天道, 那这些六道轮回里面, 又有恶鬼, 又有修罗, 究竟这个世界有没有鬼神? 基本上应该是有的, 不过神都会堕落, 在天界里面, 可能有数千岁, 数万岁的命都好, 在佛教系统里面, 噢, 做到神都会堕落的, 你最高超就是成为佛, 连轮回都, 你不止好像神那样, 有几万几千年命那么长, 你是永远脱离轮回, 你是最高超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佛教修行, 但是佛教修行基本上, 是离世的, 对人世是很消极的, 就是一个离世宗教来的, 佛教, 始终都是说, 他那个教主, 释迦牟尼, 就是他, 是王子, 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帝国, 在尼泊尔附近的一个小王国, 里面的一个王子, 他有老婆子女, 他也可能有其他妃笨, 但是他不够三十岁, 释迦牟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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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享受人家温柔的时候, 他觉得有点疲累, 在既可以权取, 他就对性开始没有兴趣, 就去剃虎修, 他就推姦虎蟬, 之一, 差虎蟬, 基本上, 他真的要放弃他的家庭生活, 如果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 要放弃自己的家庭生活, 该例如 우리는一个理想市内的家庭生活, 进入一个到处 motorsiny的境地, 他会做靈性, 那就会放弃家庭, 这些东西始终不是中国的正统 这个佛教学说 基本上我可以说它是消极的 有很多迷信的 究竟那些神神鬼鬼的轮回 究竟是怎么运作的呢 很多都没有完全解释 会有很多迷信的东西 就算中国传统的道教 他不信轮回也好 后来其实佛道教都会受佛教影响 都会有些彩立轮回学说 就算你早期的道教没有轮回的 但是很多阴阳家那些 那些法术啊茅山啊 什么什么什么 都是有很多迷信的成分 如果你说华夏 中华文化不断学习 我看不到这2000年是这样的 其实我自己看真的不好意思 虽然我对近代 共产党去 复兴的中国 看到中国的轨道 这几十年真的行得好 甚至建国这70年 其实头30年 都有东西做得很对 我不是全盟否定 我不是这样 共产党建国这70年 有很多东西都做得好 但是我看回整个中国这2000年来说 其实它是一个 因为采取了余家文化 采取了佛道的学说 余悉道 如果你说那些 物质那些就算了 物质根本在中国里面 立足不了 因为封建王朝 不让它生存 但是如果以中国传统的文化 是没有可能会发展到科学的 这个是我这么看的 为什么 第一 中国人不是没有科学猴脑 中国人计数也挺聪明的 有很多算术 有很多经典 写下了 但是中国人呢 他本身在哲学上 对于宇宙论 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 他始终都是会受很多他的宗教 或者一些假设影响 布满了很多 真的可以说是迷信的思想在里面 如果是classical的中国人 就是在共产党之前 这个是个事实来的 西方怎么进入现代文明呢 就是他们那些人呢 穷到死 那怎么穷到死呢 就有一个帝国 叫做噩图曼帝国兴起 令到他们没有办法做贸易 而欧洲呢 特别呢 他们的物种 各样东西是不齐的 如果他们在古代生活来说 很需要做贸易 比如说 需要去印度拿香料 去中国买瓷器 买丝绸 他们做不到这么漂亮的丝绸 也没有那些香料 香料对他们饮食很多很重要的东西 但是 伊斯兰教和他们敌对 那时候我和万帝国 block住了他们贸易的路 所以他们就狠挺而走险了 找一些死囚 找一些落难贵族欠人很多钱 又不想坐牢 那哥伦布就是这种人了 那他们呢 就狠呢 坐船 试试向西走 试试可不可以去到东方 那就是后来发现新大陆 他们的探险家呢 在探索地球的过程里面 去到1521年 密哲伦就成功 围绕地球一周 去到菲律宾 密哲伦就在菲律宾战死 1521年 是这个世界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一年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西方真的 环绕了地球一周 证明了一件事情 地球是圆 那就打破了古代的一些迷信 你中国人 首先就是有一些很多 宗教上的错误观念 究竟我不信律回的 第一 另外就是很多古代的迷信思想 占卜 八卦 你混合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会挡住科学发展 而中国本身是比较富裕的 社会呢 始终都是他 人们未穷到 地大 在古代来说 他也算是挺丰富的 他不会去到走投无路 要去去骑船 去发现新大陆 他不会 那些伊斯兰佬和我做贸易 就做了 不做的话 就不要了 历代是这样的 宋朝就比较做贸易一点 想赚钱 但是 中国始终未去到西方那么穷困 在地缘学的时候 你要看 那 而且他又受到 他本身的宗教背景 就是阴阳家 佛家 道家 很多迷信思想 炒了一叠 令到他 会不会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 很害怕得罪鬼神呢 你明明要探索科技 要第一件事 需要在思想上面 是够胆 是不理那些宗教的 而西方有个好处是什么呢 西方 西方一向就相信这个宇宙是上帝创造的 既然这个宇宙是上帝创造的 所有东西都可以研究 除了一个最大的神之外 就没有其他神了 你去研究这个宇宙的所有创造物 你不会得罪上帝的 上帝容许你研究 这个思想背景 对科学是很有利的 中国是没有这个背景的 始终是混淆的 究竟 六道轮回 究竟会不会那里有个恶鬼 这里有个修罗呢 地狱会不会有个死神 闲罗王飞出来呢 这里会不会撞鬼呢 你砍过山都怕 弄坏风水吧 中国人是这样的 你对发展科技是极不利的 这些思想来说 这是一个事实来的 我不知道宋朝 如果没有被元朝消灭的时候 他会不会 过了几百年 他会爆发科学革命呢 我看也是不会的 因为始终 宋朝的人还没有窮到窮 好像西方那样 环绕地球一周 接着就证实了地球是完 在下一步 举一翻山望 天星 开始出现日深雪 然后随着他们 发现新特洛的扩张之后 西方就开始说 我人手不够 要想很多科技 接着我要做船出海 想很多数学 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伟人 那就是牛敦 1687年 他出了牛敦的123定律 就是他的万有引力的理论 令到西方 全面是赢你中国的 数学、天文那些都赢了 中国 我看来他的文化 自己是不会走出那个圈 进入去 环绕地球一周 就证明地球是完 没办法 去知考日深论 然后走向科学 这个我是对中俄文化的定位 是这样看的 但是为什么近代中国会起飞呢 是因为 共产主义本身 是一个几次的东西 在启蒙时代 什么是启蒙时代 启蒙时代就是 由牛敦 他的万有引力的理论 然后引发到一系列的智学反思 叫做启蒙时代 启蒙时代 最初有John Stock 或者是法国有几个 劳梭 曼德斯鳩 一些哲学家 福尔泰 这些就是启蒙时代的伟大哲学家 到了启蒙时代的后期 出现了康德 然后 黑格尔之后 黑格尔就影响了 马斯 基本上 思想成全 可以说是去到西方 颇为后期 到了19世纪 基本上西方人 已经对知识分子 对宗教 最后极其 就是那些 阻止科学发展的 宗教学术 他就很讨厌 很追求科学 共产主义 就承继了19世纪 这个思潮 追求科学 追求这个 人人平等 这个法国大革命 承继的思想 这一套 本身只是理论 但是实践得不太好 去到俄罗斯成功 抢到政权 列宁他们 或者是 史泰林 那些 他们呢 就将马斯主义 再整理一下 再传去中国 变成中共的理论 中共再本色化 这些都很明显就是说 中共 把那个鱼 吸收了很多西方 已经颇后期的 哲学精华 他才导引到 中华文化 可以说去走了那些迷信 男女不平等 跟着呢 就追求那些 社会的人人平等的思想 因为法国大革命是说这一套 法国大革命的思想 反完封建后 法国还没完整 就开始 跟一个思想继续推过去 就出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 基本上 承继了法国大革命的 可能西方 已经发现新大陆 日深说之后 几百年的思维的精华 才出入共产主义 这一套 再跟中国传统思想 结合的时候 变成了一个颇为强悍 和颇为 一个不差的思想 去振兴了中国 我自己个人去看 共产党 和颇为强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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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确是聪明的 如果他受西方的思潮 吸收得多好 譬如说科学思潮 科学思潮不是中国 中国就算宋朝有科学精神 也好 但他不会 搞到有入心说那么厉害 科学思潮有限 所以中国始终也是有限 靠他原本的一套 就是后来 49年之后 西方的共产思想 再加上瑜伽的结合 令到中国 在短短70年 有一个脱胎换骨的爆炸力 可以说一句 现在我们承继的中华文化 是滲入了很多西方的理想 这是无可否认的 也不需要追求一些纯种的华下 因为纯种的华下 并不太优秀 很值得说 因为纯种的华下 就算是宋明理学 那堆东西也好 中间里面 滲透了很多禅 佛的东西 那些东西 始终的宇宙论 是很混淆的 什么叫气 什么叫理 就是他们的 宋明理学 就是很多这些概念 但是始终 打了群龙 我不觉得那些是指导到中国人 会发展科学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就像思想那些象牙塔 对华下 的复兴 用处并不大 就是我对宋明理学 我不是 那么 觉得那么伟大 老实实 我是这么看 说到这么多 我应该有很多人挑战我 如果你说到好的内容 我就读一下 好 就这么多